同學們認真討論答案 題題都是關鍵 題題都要搶分 北市舉辦高中職學生閱讀挑戰賽 今年全部數位化 一台平板線上作答 共有17校要來爭奪冠軍榮耀 是比較有興趣去讀課外讀物 所以會比較願意去學習裡面的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高中課業比較繁忙 可是我還是會盡量就是抽空 可能就是比較長下課時間 或打擾時間會多看書 那大概書包或是學校籌體 可能會放個兩三本書 約翰納許所患的疾病是A字B症 這次特別挑選社會議題與科普 類的書籍作為題材 涵蓋藝術 人文哲學 文化歷史 要讓同學們培養多方面能力 現在是一個以素養為導向的教學概念 所以他們讀了這麼多之後 當然不是說考題就一定會出 這本書 這個篇章 而是透過閱讀去建構自己的個人的素養 還有作為一個能力導向 有了這個閱讀能力 其實跟每一個學科都可以做很好的接軌 開始 麥麗的奔跑 閱讀比賽結合運動會模式 團隊合作要默契更要有策略 用預教娛樂方式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進而推動學校閱讀風氣 大愛新聞黃一傑 許英豪 台北報導 今天就是我們要死亡的 生日之外 這本書要無法 read 下用的 那本書要無法